主持人 有请节目主持人 赵川 谢谢 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 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药保湿伊贝斯伊贝斯 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 首播期间打开 图牛客户端 应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早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爱情保卫战的官微 即可网上报名了解 更多的情感故事 与我们的情感专家 在线互动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来自百合网婚恋学院的院长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来自华语嘉询的 高级副总裁 曲伟 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 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今天第一对嘉宾朋友的 基本情况 我跟我男朋友恋爱 快一年了 刚开始她对我还蛮好的 但是过了四个月之后 发现矛盾越来越多 这主要原因呢 第一个是因为她工作 不安心 我女朋友现在 每天就在逼着我 出去找工作 希望找个稳定的工作 但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年轻人呢 总是要逼自己一把 我也把我自己的想法 跟我女朋友沟通过 她就是不理解 后来我慢慢发现 她有好多事都瞒着我 现在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 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肖二十八岁 来自湖北 兼职代业 女嘉宾小吕二十五岁 同样来自湖北 代业 欢迎两位 这个我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兼职代业 还有专职代业的 她算专职 你算兼职是吗 我现在就是平时 偶尔做下兼职工作 然后我想创业 兼职的工作就比较零散 然后我就可以考到 我下面要创业的一个项目 然后时间比较充裕一点 听明白了 这叫兼职代业 那您就是没工作了是吧 对 没工作多久啊 快两个月了吧 快两个月还好 现在没有工作 然后去找 其实对年轻人来说 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咱们来说爱情这点事 你看这 爱情跟上进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啊 我刚刚是认识她的时候 她挺吃苦耐劳 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厂里面工作 是吧 她吃苦耐劳 然后每天就是工作12个小时 很累的当时 然后她每天就给我打饭了 然后又半夜11点钟 我好冷嘛 她就给我打水 然后她当时说话也特别好听 她说我找你啊 我就是奔着结婚去了 我觉得你这个女儿还不错 你去我家我会对你好 我爸也对你好 我全家人都会对你好 然后她还这样说 她说你像住几楼啊 我家有十楼 二楼八楼这样子嘛 都是反正说好听的话 不好的事都隐瞒了嘛 不难 我家都有十楼和二楼好不好 我家现在住二楼 然后现在拆监 要分房子也是十楼 二楼十楼怎么了 我说我哪里错了 咱们那场工作好吧 后来我们就是快过年了 她有一天都不想干了 她就不干了 没有的不是还不跟我一起辞职了 你好意思说 那当时人家人事部也挽留你 人家班长也挽留你是吧 人家说哎 这个男孩子还不错 他以前也做过什么大堂经理 干了两年不想干 工资也不错 一个月溯天他看不上 他以前也开过火车 后来也不开了 你说我都不想说了 我说你干大家都不想干了 你想干什么 我自己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我虽然这干下那干下 但是我既然不少人卖呀 但是你存到钱没有 我怎么没存到钱了 你便 用你钱了 他毕业十几年 一毛钱都没有 我说你迟迟你回去 你爸肯定要说 你爸说你没有 我爸说我是我爸 我说我的事情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爸那天我回去 我就站在那 他爸就坐在那 就像教训女儿那时候 他说你俩又不干了 不是啊 你这又要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这也不干 那也不干 就是说我嘛 他说我不敢买衣服 我当时就好那个 我说我又没换你的钱 我买衣服干啥了呀 不是 你们俩今天干嘛来了 因为我现在想创业 他不支持我 然后对我家里也不好 想拉倒 你想拉倒了 你来干嘛 其实他还是蛮喜欢我 你来干嘛 我来就是想让他改变一下 要工作有上进心 他都要跟你分手了 你还要让他改变 他 他是骗你的 我怎么这么傻一伙 你说说他为什么骗我 因为如果他不想跟我结婚 他不会带我去见他父母 不会带我去见他姐姐 他当时还这样说 他说我这样创业 我就是我觉得 我现在特别没用 我养不活你 他这样说的 但你现在支持我吗 你还在创业员来 我肯定愿意跟你结婚 你之前干了那么多工作 你哪个工作干了长久啊 他爸天天给我施压 我就是在中间就受气 他干工作不认真 他爸跟你施压 因为他爸跟他妈离婚了嘛 然后他爸小时候 就不是很关心他 然后就蛮喜欢他姐姐 不是很喜欢他 然后他妈也不是什么关心他 然后我当时就蛮同情 这个男孩子 我觉得缺少 那你就是因为同情 我才跟我在一起啊 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让你改变 你现在这样破棍的破摔 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说我嫁一个男人 他没有出息 让我一辈子搭进去了 我现在有创业 怎么叫没出息了 我说你实话 你说你学历也不高是吧 你这里搞一下 那里搞一下 他什么学历 他什么学历 初中文凭 初中文凭 初中文凭怎么啦 我跟你讲 很多大老板的小学员 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你 初中文凭没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看不起他 我回去跟我妈讲 我妈说 哎呀没文化的人 你跟他在一起讲不通 我还护着他 我跟我妈说 我说他没文化 但是他人好呀 就是这样子 没了 有 还有他爸那个 家里关系我也搞不来 哦 他爸特别扣门 他爸扣门 是啊 你说今年年轻 我第一次去到家 你说 不是说是新媳妇 好歹也是个客人嘛 自己先吃 也不懂我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说什么呀 你说 他爸娶了一个后妈 他每次打电话 哎 你在哪儿啊 回来吃饭 这么热情 对我这个媳妇 一点都相信 那我让他每次 不跟你打电话 我说放好了药里吃 你吃吗 我跟你讲 你对我是很好 但是他跟他爸关系 搞不好是吧 他每次他爸你知道吧 就说他 他就不听 哦 然后就走 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啊 如果就是说 他爸不喜欢他 同时也就不会喜欢我是吧 不是 就是你让他爸 喜欢你干嘛呀 孩子 就是 因为人都是有 爱无及物的感觉 你知道吧 哦 我就是那个意思 如果你的母亲 不心疼你儿子 自然也不会心疼 你的儿媳妇 他也不会帮你带孙子的 宝 你还 哎呀 你这算计的可以 我不是这样想的 主持人 我是这样觉得 你知道吧 两个人在一起 要相互包容 改变你知道吗 你为我改变一点 我为你改变一点 哦 我希望他就是说 有责任心一点 他以后结婚了 有孩子了 那怎么承担那个压力啊 我也是想让他改变 我并不是说为我自己 听明白了 我问问他啊 对啊 你们俩谈恋爱谈了几年兄弟 快一点了 喜欢这姑娘吗 刚开始挺喜欢的 什么时候开始不喜欢了 不支持我工作 不理解 哦 你现在想干嘛呀 想创业 做什么呀 卫商 已经开始接触了 他是很努力 啊 他过年的时候 就没有休息过三年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你要他改的什么呢 关键是那个工作 这里搞一下 东西男孩和西方 有什么意义啊 那你干你的不就完了吗 你老管他干嘛呀 他就想让我和他一起工作 在一个位置 就是想哭着我 那他喜欢你才护着你吗 我感觉这完全 男人也有自己的空间嘛 你说你 他毕业十几年 没好好工作 你爸天天说你 那以后你爸老了八十岁 你还要这样做吗 你不伤人家老年人心吗 不不 你现在还靠你爸活着吗 没有啊 现在就是住在我爸家 他说的意思就是 我没自己买房 哦 我曾经暗示过你 我说我 我说你爸那么抠 你妈就是 看到你爸那么抠才结婚呢 我说我以后也过不下去 你自己也是那种 他自己也是就是 那就分手啊 分手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想让他变了 怎么变 就是他以后能不能 不要天天跳工作了 哦 不要平凡跳槽 对啊 还有别的吗 还有就是 不要那么抠了 他认识我之前 买的衣服都蛮贵 认识我之后 买二十块钱的衣服 都是这样子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你还喜欢他吗 百分之四十喜欢吧 那百分之六十呢 喜欢别的女人 也不是喜欢别的女人 因为觉得他 不能支持他一个男人的工作 然后对他家人 也不是太好 然后就感觉 我是两头受气 假的东西很难做人 先听明白 你觉得你好好工作过吗 你觉得你工作不累吗 我想问你 前他不上进 为什么你不出去工作 我想工作呀 那咋不去呢 如果我出去工作 我就跟他一刀两断 为啥呢 因为我觉得你 你不愿意为我改变 那我就自己改变 我没听懂 这个逻辑关系在哪 就是为什么你工作了 你就跟他一刀两断了 因为我穿了那么多次 他不变是吗 他不听 那我就自己 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 让他改变 如果他想跟我继续走下去 我就要改变他 好 明白了 你愿意为他而改变吗 看值不值得吧 看值不值得 好嘛 这俩人算办 打得都够精的了 算不过你们了 怎么就叫值 怎么就叫不值呢 女人 做好他分内的事情 我觉得一个男人 要为他改变 不是 女人的分内事是什么 第一 理解你 什么听你的 就是他说的嘛 理解啊 然后毕竟 我家人这边 他也要处理一下嘛 处理好一点嘛 哎呀妈呀 就把这个恋爱谈成一场谈判 也挺有意思的啊 来接着谈 变还是不变 我说了 看值不值得变 暂时我还没看到值得地方 你要觉得不值得拉倒吗 拉倒不 他今天说拉倒 也没 到今天你还逃避 什么都拉倒 工作也拉倒 爱情也拉倒 家庭也拉倒 你要什么 什么事情值得你去做呀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我想做我自己做的事情 那你不要爱情了是吧 你不要你的家是吧 谁说我不要了 你挣钱是为什么呀 你为了谁呀 没带 我就是有 我就是有 谢谢 天天梦里多不为伤 多不为伤 多不为伤 挣了几个钱呢 那你挣钱给谁花啊你 你就对人只有百分之四十的感情了 你还给人指干嘛呀 百分之四十还是 可以逆转的 行 你们这个恋爱谈得挺有意思 不到一年对吧 对 他说你换过很多份工作是吗 是的 你统计一下 你这个从初中毕业到现在 一共换了多二份工作 十几分吧 但也不算多啊 哪里不多呀 我不说你重视一辈子 你好歹也 给我认识你干几年了 我现在是干着急 我特着急 我现在不是想 做我一辈子的事情吗 做微商 刚开始做现在也有点小启事啊 你做什么 可以你能做 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毅力 你缺少了这毅力你懂吗 我之前专制不下来是因为为别人打工 现在我创业作为上是为自己打工 怎么不行了 你今天在这里说的是吧 那你回去给我好好创业啊 你给机会吗 那我今天我现在给你机会啊 然后你能和我家能和共相处吗 我跟你讲 一个男人在家里起的作用很重要 不是我来 我来嫌弃你们那种关系 你懂吗 你让我天天去 两边那个我怎么搞啊 我在你家里 不是你保护我吗 但是我毕竟我父母是长辈 你至少一 你当初是怎么说的 你说我去你家我会对你好什么什么 好个鬼现在 我怎么不好了 你要吃什么我没跟你做啊 是啊现在吃这么胖 我也真的对他无语了 我每次跟他吵架 我们俩都是无语就自己走 你今年二十五是吧 你家里几个孩子 三个 我还有个姐姐 我还有个弟弟 在家里蛮受气的吧 有点 你是不是觉得 婚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差不多 应该说是女人的第二个命运吧 所以其实你看中一个男人 就希望他能按照你的一个方式 我希望他有上进心 对他好 对我也好 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 你们有什么上进心吗 差不多 如果我没上进心 我婚姻的创业吧 别是如果 你们俩还真是一对 创业不代表有上进心 他找变 有的时候创业可能是走捷径 因为我看大家都做微商发了 所以我也要发 这不代表你有上进心 他说你没有上进心 你觉得你有还是没有 我有 你有 但是有点懒惰 好 承认就好 还想跟他好吗 如果他改我就跟他好 好 如果把那个前面的条件 去掉的话 还想跟他好吗 他一辈子就这样 换了这个工作 换那个工作 永远在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就这么一个男人 你会嫁吗 不会的 为什么 虽然说我比较单纯 但是我也 我也不傻呀 如果说你是同情一个男人 把一辈子搭进去了 或者是你现在因为你短暂地爱他 你把你一生搭进去了 你一生 这怎么叫把一生搭进去 他是爱你的呀 他是爱我 可是他就是一个 碌碌无微的男人 但是他是爱你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对他自己来说 他自己也觉得没有价值 那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干嘛的 我一辈子就这样了 姑娘 你这想法 我听懂了 我听明白了 我的想法是有点极端 真没长大 听老师们怎么说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想问男孩一个问题 以前肯定有很多女生 抛弃过你吧 没有 都是我 抛弃他们的 有一个 有一个女生抛弃他了 他前女友 那个女生说我家里人对他不好 然后就走了 是的 就过来 对 请不吝点赞 职位置 他已经没了 转的 他人 叫秘密 他人 坐在 转型 跟 chat 转型 转型 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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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是一种羞耻 女生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男生是一个浮躁的梦想主义者 先说女生吧 你口口声声说你还爱这个男生 但你这在场上无情地戳穿了他的谎言 谁说他老抛弃别的女生 明明上一个就是被抛弃的 你这叫爱对方 你说出了自己结婚的最终目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并非是找到一个我也爱也爱我的人 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要靠别人 靠自己 如果你真爱一个男人 你可以更多地去给他建议 就像我现在给你建议一样 而没有权力擅自改善别人的生活 说说你吧 我说你是一个浮躁的梦想主义者 其实一点都没错 你没有一件事情是干长久了的 你口口声声嘴里的话都非常的大气 但是没有踏踏实实的任何的举动 这个女人在你身上所下的功夫 或者这个女人对你所做的希望 是你万万这辈子你也达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你需要的是成长 而并非婚姻 你说呢 是的 变吧兄弟 不要老想走捷径 生活没有捷径 一个踏踏实实的蓝领一定是比微商能够挣钱 信我 女生就更滑稽 试图用婚姻改变命运 命运只能自己改变 爱不爱的问题你们先放一边吧 先成人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你要我改 我也不说不改 但是改总是给点时间我吧 然后家人这方面 我自己也会处理好 毕竟是我自己的家人 回去之后咱俩就找工作吧 不管是什么工作我要做下去 咱俩先成长好吗 老师说的都很对 我觉得你也是依赖你爸 我觉得我也挺依赖你的 我要不是因为依赖你 我也不会到现在也没分手 是吧 这一点我真的很承认 因为我一直都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今天老师把那个问题说出来了 我觉得是挺伤人 但是老师说的都是实话 你听懂老师说的没有 是吗 老师让你成长 我知道 哎 时间到了 哎呀 女人的这个母性 真是力量太伟大了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来 请开门 不说了 老师我会赶的 啊 老师我会赶的 哎呀别老说赶赶赶 你又不是个贵人 成熟起来不就好了吗 又请小花童吧 谢谢小龙 谢谢小龙 好了 我们来见证属于这一对的浪漫时刻吧 来 请见证 我会好好对你的 我要你赶 我们一起赶 搞工作好吗 好的好的 你也赶好不好 不出来 不出来 要保识意北诗 好好独立吧 你们两个人啊 别再依赖父母了 老师我今天感触真的很深 我觉得我来这节目没有白来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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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这两个人能够真的有所感悟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看看他们遭遇了什么 我跟他刚开始谈的时候是异地恋 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了两年 这种本来就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到后来我发现他跟异性暧昧不清 这让我很烦恼 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很辛苦 我原本以为他能够理解我 但是他却不能理解我 我承认之前我有犯下错误 但是我已经改了 为什么他却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呢 后来我来到他的城市 我以为这样我们就没有争吵 但是到后来我发现 我们还是会因为很多事争吵 其实我跟他订婚了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们没有去领争 到现在发生这么多事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嫁给他 这大概是一对恋人的人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 是结婚还是再观望一下 接下来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 男嘉宾小罗25岁来自吉安 是一名肖瘦 女嘉宾小肖24岁来自吉安 是一名医助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看小片我们大概看到了一些问题 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已经订婚了 对 你们是一地恋是吗 对 怎么认识的 我跟他是初中同学 后来他去上海读书了 我就在家里读书 然后有一次过年的时候 他回来了 就见到他了 我们也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后来就联系多了 他能挺好的 后来他跟我表白了 我就答应了他 然后呢 一地恋多久 一地恋了两年多 哇 你在哪 他在哪里 我在江西 他一直在上海了 哦 我们是之前是异地 然后到了后面的话 他就到上海 我们两人就在一起了 这个后来在一起有多久 他也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刚到这边的 哦 结果在一起就发现问题了 对 说说问题吧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跟他是异地恋的时候嘛 嗯 我在广东那边上班 帮我哥哥看店的 嗯 那时候比较忙 因为看汉堡之类的 你知道吧 他平时联系我的时候 一般都是我特别忙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刚好很忙 要不你先睡觉 他说好 但我一下班 一般我联系他的时候 他都睡着了 嗯 那就这样联系了两三个月吧 到后来我都联系不上他了 我就很着急嘛 我就等他的QQ 我说 问一下他同事 看一下知不知道他去干嘛了 嗯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吧 他跟一个女的聊天 聊得特别暧昧 你知道吧 他问人家 我想你了 你吃饭没啊 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这个是谁啊 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也跟你解释过 这个确实不是我跟人家聊天 对不对 确实是我朋友用我的QQ跟人家聊天 我也跟你解释了呀 你的朋友用你的QQ跟人家聊天 对对对对 哦 还有这样玩的哈 对啊 当时我很不相信的 他说我同事 就是人家都已经 女孩子都对他有防备心了 所以用他的QQ给他聊 我说既然这样的话 我说我暂时相信你 然后隔了两三个月吧 又发现了 他跟一个女孩子聊天 这个是你还是你同事 这个是我自己 是因为我跟前任有在聊天 这个聊得很暧昧吗 对 他叫人家老婆呀 说我想你啊 都直接叫老婆了 前女友是吧 对 因为他也比较忙嘛 后面就跟前任也有聊天 这一块嘛 当时我问他的时候 我说你这又怎么回事 我说你又想说是你同事 拿你的QQ聊吧 我说怎么就这么凑巧了 他跟我说 你们女的是不是都这么烦呀 都这么无力气了 我说我怎么无力气了 我说你如果这太多了 我们就分手吧 我就跟他分了 分了多久 分了两三个月 分两三个月 怎么又好了呢 因为我还是喜欢他嘛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我还是很喜欢你 我想把这段感情 就是说挽回回来嘛 他当时跟我说提出要复合的时候 说实话我心里还是有疑虑的 我说我得考虑考虑 然后观察了他一两个月 那两个月都挺好的 就每天也都很关心我 也都会告诉我他去干嘛了 能随时找得到人 我就这样复合了 后来有一次机会 我同学就说 家里的医院招人嘛 问我回不回去 我就跟他说一下 他当时就说也挺好的 我想的如果能回家上班的话 离家也近 所以我就跟他说 我说要不你就回家去上班嘛 这不也挺好嘛 但是后面他又骗我 我那时候我在他们家那边上班 我就说你们爸妈知道我们在谈恋吗 他说知道呀 我说那你为什么回家了 那些你爸妈也不说 叫我去你家里玩一玩啊 吃吃饭什么的 那那时候他才告诉我 他爸妈不喜欢我 不赞成我们在一起 那是我跟你谈恋爱 又不是我爸跟我妈跟你谈恋爱 过日子的 对不对 这种事情嘛 我可以处理好 后来见他父母了吧 见了吧对吧 对 见面的时候还挺好的 他爸妈吃饭的时候就说 你们也谈了这么久了 要不你俩就订婚吧 还是他父母提出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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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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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去了上海吗 为什么去上海呢 主要是我父母的意思 因为父母说 既然都已经订婚了 那就不要两个人 在异地了嘛 然后他就 把家里的工作辞掉了 然后就到上海来 跟我在一起 他倒好了 给我找个住的地方吧 找得离他多远啊 坐车都得两个多小时 这不又成小异地了 对吧 因为我上班 我是在郊区 工业区上班 我现在给他 找的那个地方吧 有我很多的朋友 我想能把朋友 可以照顾一下你 而且那边也有 适合你的工作 对不对 我又不是说 故意把你放在那边的 你那朋友 那些都是异性 我怎么跟他们玩呀 我每天 下晚班就回去睡觉 下晚班就回去睡觉 我又没有一个朋友 又没有一个亲戚 天天就这么过 反正我就很伤心 很后悔来着 后来他发现是 让我更加伤心了 有一次我就是生病嘛 头痛 痛得在那里吐 然后到医院了 医生都说 第二天来复查一下 那天下午他也说 我等一下下午下班了 我过来陪你去检查 我说好 然后后来他就说 我不回来了 我要去练车 你练个车 比我的命还重要 你陪我去坐下检查 又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第二天 要去练车呗 只是一个小小的复查嘛 你就自己去一趟呗 后来怎么着了 然后后来他也没陪我去 我自己也没去了 再后来呢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他就跟我说 他让我注意一点 他说你女朋友 跟另外一个朋友 走得很 你一开始不就这么想了吗 你不就想着 把他安排得远一点 因为你那儿朋友 就有多好照顾他们 那不就朋友照顾吗 但我想的那种照顾 并不是 就是 就他们有一点就是发展 发展怎么了 不受控了啊 就是有一点 然后 根本都没啥 人家就是说 老师叫我给他介绍女朋友 除了介绍女朋友呢 就没有别的事了 他不关心关心你这个没人 没有没有 都是我们俩出去嘛 他都叫上他朋友 就单纯是这样而已 知道吧 还有什么大事吗 有 有一次半夜嘛 一个女的发微信给他 他说刚忙完 这很明显之前聊过天对吧 之前的聊天记录全都没了 删得干干净净的 我就问他 我说这是谁呀 他只是客户 我说客户你干嘛删了聊天记录呀 他怎么说呀 这不怕你多想吗 我说你越删掉 说明你心里越有鬼 他老是会去翻我的手机啊 QQ啊 微信啊 通话记录啊 反正手机就给你翻个底朝天 后来我就一直逼问他 他才老是告诉我 他说这女的根本不是他客户 只是他跟他朋友在外面玩 然后那女的说加个微信呗 他就这样加算了 我觉得这人也太随便了 我说人家叫你加你就得加 照你这么说我出去的时候 人家说留个号码了 留个微信了 我都得留了 我后面这不也跟你承认了这个错误吗 后面我不也把这女的给删了吗 对不对 今天为什么来呀 因为他总是这样欺骗我 我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去结婚 去领证 我在很犹豫 你呢 因为我也一直很喜欢他嘛 然后我想的是能够把这段感情挽留 我能把它留住 好了 老师们怎么看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先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要结婚的话 你们住哪儿 还是这样同一个城市两地分居着住吗 对 这是商量过的吗 对 也就是领结婚证和没领结婚证没有任何区别 对 那着急领结婚证干什么呢 因为家里面也在吹领结婚证吧 可是现在我听到的你们的生活 跟之前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区别 第一个 你们没有真正谈过恋爱 你们两个所有的恋爱全是异地恋 两个人没有共同在一起生活过 从来没有共同承担过细小的责任 所以到现在为止 你们本身就没有一个家的概念 第二个 你们两个都是没有原则的人 姑娘永远在说 这个不是事 她也这个也不是事 那个我可以原谅 这个我也可以原谅 那对于你来讲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原谅 难道只有她真正的出轨了 你是不可以原谅吗 她所有的跟别人去交谈 她对你不关心 通通都可以无所谓吗 不是 所以你没有原则 然后第三个 你们两个从来没有彼此认真的 商榷过一些事情 男孩刚才说一条说 我下午回上海的票其实早就定了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提前告诉你 我中午吃饭的时候跟你说一声就好了 这个好像在打发人 这不是一个真的要结婚的丈夫的表现 所以对于我现在来讲 我觉得没有领结婚证对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本身你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可以结婚的状态 所以不适合结婚 我听你们之间交流啊 我总觉得事是很多 但总总觉得缺少点什么 我想了半天的缺什么呢 就缺一种爱 缺想对方的那种感觉 想跟对方在一起的那种情绪 没有 谁都没有 你们出现的很多的事情在我看来不可思议 比如说你们谈了两年多 但基本上都是异地恋 好不是在一起了 还有人为地制造所谓的同一城市的异地 明明可以回去 你不是一定要住工厂的 这里面你丝毫心里就没有她 跟前女友暧昧 对吧 说什么话呀 老婆想你了 问寒问暖 这好像是在谈恋爱哦 一个陌路相识的女性搭讪 认识了 那好像是在谈恋爱哦 但很可惜不适合她 你的情绪你的爱意都在谁身上呢 绝对不在她 她生病了 居然就因为去练车就可以不陪她复查吗 你关注她吗 你关心她吗 你心里有她吗 最最奇怪的事情 领结婚证 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我想这个日子一定是早就定好 但居然就会因为她的母亲生病 你们俩居然就谈崩了 就没有去领证 理由还仅仅是说 我订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火车票不能改吗 火车票不能退吗 你们要领结婚证啊 居然如此之大的事情 被你们俩草草的就给处理掉了 你们俩之间在谈恋爱吗 我根本就看不出你们之间有丝毫的爱意 如果没有 一定不要结婚 我们通常会说 一个人 一个完整的人 但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有一类人只是半个人 他只有一半在这儿 就通常所说的人在 他魂不在这儿 他就是这种 你大概是想自己全身心的拥有他 也想全身心完整的被拥有 但他不一样 你会发现在刚才你们的描述过程当中 他会吃素的 对吧 你跟他的所谓的男同事 或者是朋友在一起 他会吃素 也就是说他渴望完整的占有你 但是他不愿意被你完整的占有 就俗称的半个人 婚姻是双方自动自愿地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在一起 但这种男人 他希望你放弃你的自由 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所有的自由 他就是两头都想要 这种人是极其自私的 其实你是想完整地拥有他的 但事实上你只得得到他的人 却得不到他的魂 像你这样再持续下去 你会从一开始的 你人我也要 心我也要 到最后 算了 心得不到我就要你的人吧 只要你人完整地在这儿就行了 然后慢慢慢慢地你会再退步 当他慢慢慢慢地在外面有一次两次出轨的时候 你说 哎呀 人也不需要完整地拥有吧 只要能回家就行 大部分的女人就是这样慢慢慢慢地 颓废下去 所以我认为年轻 没有更多的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领悟力 不重要 但是不能没有底线 不能什么都原谅 你明白吧姑娘 知道 不能没有底线 既然要结婚 我就要求你人也在 心也在 至于男生 我不知道我所说的你是否认同 但我所看到的就是这样 不能说你不爱他 其实你是认可他的好的 也是有感情的 但是你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 你不想老老实实地待在他那儿 但如果你真的不想老老实实 或者还没有做好准备 就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或者说对这段情感是负责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易卑诗爱情保鲜器》 爱宝官微的网友 向途老师提问说 结婚六年 两个孩子 在丈夫那儿 从没感觉到她对我有尊重 最近因为她总是 世事偏袒婆婆 我们吵架了 我真的很委屈 觉得在这个家 一点地位和尊重都没有得到 很痛苦 我该怎么办呢 如果丈夫真的不尊重你 你们为什么在一起生活了六年 而且还生了孩子 另外如果丈夫真的不尊重你 你举出来的例子 不可能是说 因为丈夫偏袒自己的妈妈 所以让你不要作声 你应该举出更极端的例子 所以在我看来 你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妻子 而并非丈夫不尊重你 好 谢谢 谢谢图老师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旅行品牌 伊贝诗冠名播出的 要保湿伊贝诗 伊贝诗谈润保湿水 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 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 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客户端 应百元现金券 本节目由海伦凯勒 临近专属太阳镜 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